疫情严峻各地传统市场采买人潮分流 避免群聚增加染疫的风险 也使得摊贩业者生意意识一落千丈 光复乡公所同周共济 从7月份开始把市场摊位租金减半 减轻摊贩业者的经济负担还有压力 同心协力要战胜困难 原本应该是人身顶费的传统市场 因为疫情的影响 摊贩业者比采买民众还要多 现场冷清 买气更是低迷 由于疫情严峻 光复乡传统市场也采实名制 采买人潮分流 避免群聚 增加染疫风险 没了人潮 买气也跟着没了 探贩业者生意也直直落 每个月还得要付租金 承受的经济负担与压力可想而知 香肠林清水 感同身受 决定从7月开始将市场摊位租金减半 光复乡的传统市场 因为今年疫情关系生意都很清淡 我们考量到他们的收入 所以宪政务也好 还有公所也好 我们都加起来给它减租 所以总共我们就打对折 从7月份7、8、9、3个月来 租金打对折 只有5折而已 从7月份起一连3个月 将市场摊位租金减半 相公所和参犯业者同舟共计 同心协力战胜疫情造成的冲击 记得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